好,今天新聞專題時間 來講講香港的疫情 因為大家最關心的事 張竹君就呼籲 未來兩個禮拜大家盡量不要外出吃飯 現在的個案每天都四、五十單是基本的 見頂了沒有?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就是 如果用兩個禮拜潛伏期的時候 現在應該是高峰期 另一個說法就是 其實病毒削開了 可能未來的星期六、星期日 今個禮拜的尾才是見頂 可能會有過百宗 他們說得出來的應該是 我也覺得 我覺得這樣 他們這些說法是錯的 現在是爆發期 不是高峰期 高峰期是在 昨天開始的14天 是 是 因為 你是由 措施開始之後才會落 在措施開始之前 理論上應該是一直爆發的 你現在開始發現 14天 然後就在這裏爆發 你不知道 你知道了之後 你就在這裏上 你在這裏上去 你現在開始做措施 做措施過一天 你便慢慢會到高峰期落 那你便是14天後才到高峰期落 那便差不多 即是7天到14天後才到高峰期落 你怎麽會到高峰期落 那個計算是怎麽計算的 那個限食令就是昨晚深夜12點就推出了 晚上6點到早上5點都不可以堂食 措施出籠 昨天未出籠 我去了西環就吃了兩餐 兩餐都水淨河 最後的晚餐 最後水淨河他晚上8點多吃那一餐 在西環吃日本菜 全家餐廳只有我們一台客 似乎都未出籠 大家都不出去吃 那對飲食業來說是個大災難 因為之前 是的,持續的大災難 持續了一年的大災難 是的 之前想著一個月前 有一些曙光出現 報復性吃飯 我們經常都在這裏提議 出去要等位了 但現在又一下子就打下去 飲食業就覺得很無辜 為什麼要他們埋單這個問題 疫情去到這樣 現在是飲食業埋單 因為他們受的打擊是最大的 要求政府再發一輪的額外補貼 幫助飲食業的難關 因為大家現在說明 雖然說七天而已 六點之後不給糖吃 但是大家明白 張竹君也叫人兩星期 盡量不要出去吃飯 即是七天之後 肯定先去七天 還有看見 疫情的發展 過去政府的處理 我想都是一個月的事 起碼都有四月的事 飲食業是大災難的 但零售業也是大災難的 因為零售業是很難回復的 其實飲食業 只要疫情 好大家做報名再出來 沒錯 報復性吃飯 但是零售業是不能回復的 你不會出來報復性的 但是暫時來說 你還是要接受客人 零售業就要轉型 它轉到網購之類的狀況 但是飲食業是不用轉型 飲食業是只要能夠回復的 就能夠回復的 即是你能夠頂得住店舖 能夠多三四個月 是的 零售業已經是末期 是很難救的 即是你覺得自由 Charlot 也未必能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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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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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零售業反而要做一個產業重組 但是飲食業是不用的 那個狀況就是這樣 人始終要吃的 買東西可以減少一些 也是真的 買東西可以減少 雖然現在的minimalism 之類的一切 所以大家买东西会比较少 这会很难改变 网购会多了很多 所以会很难改变 但饮食业不同 饮食业的大灾难是四人 饮食业是有条件放宽夜晚客 当时我们在夜晚客规定四人的时候 隔开桌子的危险度不是太高 只不过大家就轻忽了一件事 如果饮食业的话 因为饮食业是危险的 既然饮食业的话 我们理解为何饮食业 既然饮食业的话 晚上客户有限度是好些 你赞不赞成政府额外再补贴饮食业的难关 未来一两个月 应该的 我认为零售与饮食业也应该要 但也要补贴的 但问题是他搞了饮食业 零售业就是一次过给了之后 你必须接受整个产业改变 因为本身的产业链业 产业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不可以不停补贴 明白 先谈谈国际疫情 首先是美国再破顶 我们不要说过借钱 我们刚刚说过借钱 最主要提出一点就是印度已经超过巴西 成为了第二个爆发点 第一个震央仍然是美国 美国不断破顶 在这一刻感染的人数不断上升 是严重的 你不敢说数字 因为数字太惊人 你不相信 我刚刚看到 美国在24小时之前 增加了11万 还未确认 我不敢说 而且因为每个数字都不准 每个数字都不同 是的 很奇怪 但是总之就是高 不用说 六七万一定是破了 美国的问题 你也说了 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他们被盖不住 而且我昨天看过一个新的报道 就是全世界的死亡的 level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但是死亡人数比较年轻的 集中在美国 因为美国年轻人比较 患的是多 他比较多 他比较多的社交活动 他们很恨你们 那些人强迫戴口罩 至于香港 我也看见 有个人 在那里说 那个人 是不断人一身的黑社会 是 屯门山景圈 那是应该终身监禁的 不是 我说的原因 不是 我告诉你原因 因为如果他这么小事都会打人一身 他的结果就是终身监禁 不然是免得出来 然后又打人 又麻烦 你这么小事都会打人 你的脾气的性格 会令你很容易终身监禁 明白吗 所以他入过几次监 就是说 这么小事 人家戴口罩 你不戴都打人一身 但是既然有人支持他 他说这个是坏政府 不是啊 这个是不支持的 但是你不要 这个坏政府 经常有人打走 这个是一个暴政 明白吗 应该使用暴力的人是他 但是这个暴政 你不应该去除什么 你也可以在暴政身上 当然是 但是我们不要说这些事情 就是说完这些事情 他反过来就是 那个状况就是 他应该终身监禁 反正你的脾气差得这样 你都没有分别 和终身监禁 出来骂两个东西 就很容易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再说 其实是 美国这件事 是因为他把关不好 但是香港的把关 我们再讲一讲 我觉得整个世界的疫情 就要等一种疫苗出现 其实现在 不同世界各地 很多种疫苗 都去到临床阶段 一刻都去到临床阶段 人体临床阶段 看看哪个最快跑出来 希望是我们的 中国 祖国的疫苗 快跑出来 我想这件事 一定要到疫苗才能解决 祖国的疫苗 已经在打 都是临床阶段 他们都是临床世界 不可以被公众用 希望我们跑出来 因为看来的形势就是 冬天 研究报告告诉我们 病毒会在低温之后 会更活弱 就是说到秋冬季 可能的爆发会更加厉害 不用说 都失败了 就没得慢了 要疫苗才能解决 希望尽快有 希望年底就有 印度 亦都是 一如我所说 印度 一段时间来说 印度的爆发 之前 原来我也在这里说 印度破了那个位置 就麻烦了 很麻烦 马德里的医疗系统 都差不多崩溃 应付不到 没有足够的病床 他们去到一个很严重的 就是说到马德里 马德里好像是 对不起 德里 印度的首都 对不起 我常常记住皇家马德里 就是去首都 现在印度不是 首都一定是最好的 很多人害怕 这件事 希望这个疫苗快些出现 有疫苗就解决 希望2020 2022年头 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 22要等多一年 是的 我觉得是2021年最乐观的想法 2021年头 好 我们说回香港 现在社区大爆发 我们叫大爆发 真是大爆发 那些人就会觉得 把关做得不好 袁国勇都说 他可能是把关做得不好 在关口里 就被一些带着病毒的人 进了香港 而又没有隔离 也没有留到那个样本 我找到一些文章 他这样说 是信报 刘健威写的 是的 他说 香港的疫情是恶化了 香港政府是有问题的 他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认为一个现居杭州的朋友 在微信上这样说 他说 我在欧洲到香港 到上海都隔离过 香港是最松散的 漏洞百出 不爆发先怪 这个人就在欧洲来到香港 隔离了14天 再去上海再隔离14天 下机的处理就有很大分别了 香港是所有班机的人都 放在一起排队 而上海就是不和班机的人分隔开来 沿途看顾 直到检疫中心 香港出了关之后 只是叫他去1号停车场附近检疫 没有人告诉他如何走 其实他说 在中间脱了队 走了也没有人理你 他说 上海搜集心猴样本非常认真 搞到他嘔吐 工作人员很细心鼓励他 但在香港 随便套口水就可以了 根本没有标准 这件事是真的 我都听过 总之你给你一个瓶 你交回法人员 你会看到现在的检疫程序 就是这样 譬如在某个地方 有一栋楼爆发 他就派一些瓶给你 然后你交回个瓶 究竟那个瓶里放的 是什么 没人知道 之后这个人就说 带着手带去宾馆 在香港 接着就去旁边 但是手带会掉 之后他们也没有带过 最离谱的是 手带上面的二维码 洗的时候就掉了 他打过无数个电话 才接触到卫生署 然后工作人员就传给了一个二维码 那二维码就变了在手机里面 卫生署就要求他有什么事 就用手机数为二维码 情况就是这样 那个人就说 他回到上海之后 隔离就变得很细心 要去酒店隔离 五星级酒店就每天300元 火食就50元 每餐四送一趟差不多 每天300元 隔离两个礼拜花4000元 就是跟我 顺便给那些酒店做生意 是啊 其实也会亏的 顺便做生意 就是跟我说 我的朋友回到大陆 隔离14天 花4000多元 差不多 他说 更离谱的是 有朋友前天带着个儿子 在杭州 飞回去深圳 经深圳弯离香港 全程没有任何检疫 这篇文章写 原来我们在电视屏上看到的卫生署 跟现实上有那么大的差异 怪不得个朋友说 香港疫症大爆发是迟早的事 整篇文章就读完了 那怎么看呢 劉健威是一个黄丝 你强调这点 他经常去批评中国 他属于浅黄至中间黄之间 就不是深黄 不至于港独 但问题是常常批评 而有很多不公正的批评 所以如果他都这么说 大家知道是什么状况 就是说 根本上中国的无恶情 是有原因的 但你们大家是不接受的 而香港是很幸运的 但香港也比美国 刚才提到美国的问题 就是想说 香港比美国更多 因为美国是全部有原因的 其实如果你要去捉 要去执行的话 因为香港整个防疫的问题 就是从沙中线到防疫 但是整个管理系都出现了问题 是 那些管理不行 就全部都不行 刚才那边文章说 就是最主要是来到香港的家居隔离 香港人家居隔离 不是家居隔离问题 是整个管理的问题 是整个管理的问题 整个管理已经是废了 就是说 沙中线整件事 它本身的微观管理 已经是没有了 而我们以为 英国人 因为你迷信中国人管理不行 我一早就说 共产党管理是最好的 你中国人只是丧心不好 即是说 一方就四 你现在一个战时的管理状况 是最好的 但是你接受不了 我说的永远都是事实 那件事是没错的 你相信是英式管理 但是其实你看看英式管理 你就知道 你看看英国美国的 普通法国家的管理 你就知道 那些其实是最坏的管理 英国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是的 你现在还在自傲于英式管理 要是和英式管理 就搞成这样 就和英国一样很坏 你明白吗 或者英式管理 大家迷信的英式管理 不是与时定进 那我们来到一刻 当然不是 那些人不KL式 不L式 不笨 不读书 英式管理就是没有管理 是的 他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小政府大市场 小政府大市场 不是纯英式的 是美国现在很常说的 他的状况就是 英国从来都只是管自己 那一班 他管得很好 很central 那班人 而他从来 是贵族和奴隶的关系 你是奴隶 什么叫四大华探长 什么叫买版 到一九七几年的时候 也是这样 什么叫买版 就是英国 直接和买版 四大华探长 那些联络 然后你们那班奴隶 你们自生自滅 有够 你们 说粗口 那 你相信 是 没错 那 整件事就是这样 所以他从来都不管理 那班奴隶 是 明白吗 他就是管了自己的一些东西 只管了自己的那班 那班 贵族 没有事就算了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英识管理 那些人就说 书入不读 然后大家就说 英识管理 英识管理 英识管理就是柏金信定律 柏金信定律 柏金信定律是英国人写的 柏金信定律是什么 柏金信定律 柏金信定律是什么 柏金信定律有十条 那十条我忘记了 第一条就是 总而言之就是 你 加多了人手 是不会增加更效率的 我明白 我明白 加多人手不会增加更效率 柏金信定律没关系 也是柏金信的 不是 因为他写了那个名字 North Courts Perkinson 所以就是柏金信定律 他写了十条 他是读 Public Administration 所以就是 他就是研究英识管理就是多么衰 就是柏金信 就是他研究英国的管理就是柏金信定律 我明白吗 嗯 但是那些人就说英识管理很好 就是那些人 因为大家 就是英国洗脑很成功 嗯 所以大家就经常觉得这个很好 其实英国的管理是最差的 是 香港的疫情发展到现在 希望政府做回那个把关 就是在关口那里 不论什么 不是的 全部都不搞 把关的问题是整个 管理的问题 你做了把什么关 整个管理是破坏了 你其实要一个人 要找一个人 就是做疫情的大使 去由头到尾去检视疫情 整个流程 就是疫情专业 没错 就是类似一个这样的人 要不然你要搞不好 不要这么把关 不是已经搞不定 已经是一个management 整件事的灾难性 可能是陈范或者陈兆史做 就比较适合 都是那几个 张竹军好吗 挺好 可以 现在的公信力都挺强 无论他说话 我们不要计真实 我们不要看表面 张竹军案 现在有待观察 现在整个男人 都是看表面的 因为看不到他来女 第二次来陈范已经不行了 就是要一个 类似风行 类似风行一个人去做 就好了 张竹军医生 这个样子又市正 说话又合情合理 好 今天我想讲讲 讲讲日本 看看除了英国 美式和中国 还有其他的管理 日本就决定 和新型冠状病毒共存 大家都知道 公布了一系列的新生活模式 呼吁今后在长时间里 希望国民都会 随着新的模式 来工作和生活 没得避免的了 会一直和病毒共存下去 去到今年冬天 或者明年都会 重点有三点 香港也是很简单 人与人之间要保持距离 社交距离 戴口罩勤洗手 具体要求 讲完了 不如大家 反正也有时间 人与人之间保持2米距离 不是1.5米 游换的时候 尽量在室外 不可以室内 说话的时候 尽量避免正面 不要这样说话 回家的时候 垃圾洗手 换衣服 接触别人的时候 要尽快洗手 尽量网购和电子结算 发达HKTV网 日本很少是电子结算 所以要请改 超市购买最好尽量一个人 要选择人少的时间 尽量不要触摸商品和任何样品 乘搭交通工具 尽量不要说话 最好是骑单车和徒步上班 乘搭交通工具的时候 不要说话 是日本人本身就是 所以我们香港人难做到 在日本人来说 是完全没有人懂的 香港人也很少说话 地铁巴士 现在也很少 戴了口罩 但也会有说电话 会 有人会发信息 在地铁上 从来都没有说电话 开窗通风 在家里工作 选择不同的时间上下班 不要去流行病的地区 不要将流行病毒 在外地带回本地 尽量不要回去老家 探望亲戚和旅游 控制自己出差 如果出现不明症状 记得要去认真找医生去看 吃饭的时候 不要面对面 最好并排 不要用大碗大盘 实行要分开吃 吃饭少说话 吃多点菜 尽量不要和别人聚餐 避免在密闭空间 密集人流到 製造亲密接触 每天早上自行量 体温加强健康管理 冲厕所的时候 要把话筒盖上去 狹窄的空间 不要呆得太长时间 散步的时候 人越少越好 与对方相遇 尽量保持距离 这是全新的生活方式 其实某些事都 漸转都发生了 日本人做得到 我估计 日本是比较真实的 一早说过 这是很正确的 所以我们也是整件事 第一天 我已经说是和你们说 要冒失去做看这件事 这件事一定要和病毒并存 很早的时候已经说过 所以我读得了 日本人是好东西 他们说的东西 你不听就你愚蠢了 第一天 这是我第一天都说 我不听的东西 就是你说过 我们要认识日本的好文化 那时候董彪说 我是董彪你不是 我说话你要听 我是日本人 你不是 我说话你要听 我是周显你不是 我说话你要听 我当然不是周显 但是你也不是日本人 我不是 大家拿出来谈 因为别人都很实际 一条一条放出来 大家可以听一听 他真的怎样做 其实也没有什么 很简单 一些微观日常生活 做到的东西 希望大家 医住这个新的生活模式 可以 其实很discipline 那样东西 美国英国做不到 美国英国做不到 很麻烦 所以日本人 我们都说 我们要学日本人 他们生活会很苦闷 即是你有个抑郁 因为你不是很自由 但问题是 你这么自由 你会影响到别人 那你就会很麻烦 所以说 英国和美国 在这些大的状况之下 即是他们 英国和美国的 管理所有东西 是非常浪费的 浪费你的生命 浪费所有东西 当初的时候 他们所有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帝国主义 你不能批人 抢人 或者很多东西去挥霍 的时候 你的管理是可以的 但当你不是用一个 挥霍程度的时候 你用这样的 方式的管理 你就会这样做 即是你挥霍 有很多人帮水给你 有很多本钱去花 他们可以不停消耗 这个世界的资源 但当这个世界资源被消耗了 那些饼也缩小了 饼也缩小了 大家要慢慢吃 不要大胆吃 到饼碎到处都是 那你就会自信 很简单 是 因为日本本身很小 那些人说 那些饼也要回家的厕所 特斯特加 不是 那些田 如果不是那些饼也浪费了 明白吗 那些饼也没有那些饼 不是那些饼也没有那些饼 是不能直接饼到田 你看看日本的饼的半圆形 那些饼在前面 就是人家高级 是 是 那你为什么半圆在前面 因为你把饼吓到到处 那些饼吓到到处 那些半圆就是 保住你不要到处吓 很细心 所以日本人所有的东西都不浪费 所以他们至少曾经很挥霍 但是外国人 从来都有很多的资源去挥霍 很多奴隶给他们打 所以他们的做法 当你到资源缺乏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做 日本这个生活模式 大家真的要认真参考一下 日常生活的 希望在日常生活里面 改变某些东西 就和病毒共存下去 共存到疫苗出现为止 日天降落 报复性旅游 报复性消费 不用怕 我觉得希望在人间 我一向都不是一个很不乐观的人 我觉得很快就会搞定 大家用心 支持 这两个礼拜好好地 留在家 然后再出去吃饭 报复性吃饭 报复性消费 这样说 但不行 我最后说 两个星期上的高风期 再慢慢回落 所以大概要等一个月 最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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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大家算是这样 然后希望政府找回疫情大事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水游 今天没有 我都预计了一至两个月 很害怕 要么不要开放给我 开放过多月 现在不让我游 然后饮食业 你给了柱缸 我 你一定是一把刀 撞过来 所以你宁愿没有柱缸 那你是不是宁愿过去 我现在就是 你不要用这些黄丝式的想法 这个就是 你现在给了过多月 你现在不给我 好像更差 你明白吗 就是个人的意见 我知道 你明白吗 这种想法是 你宁愿有还是没有 你不要怪他给了过多月 你不要怪他给了过多月 就是你不要怪他给了十七年时间 至少是二十三年还是十七年 十七年 如果用零三个月 是 那你不要怪 对 至少你也赚了 你至少anyway 你也是赚了 你是不是要去到这个高度说话 不是 而你不可以 网他给你过多月 如果要去到高度说话 我想说这些事情 其实97年到现在 五十年不变 现在就去了二十四年 一半时间也挺好 应该要安慰的了 对不对 答应了你五十年不变 其实现在去到二十四年 都搜了一个诺言 搜了二十四年 现在才变 其实某程度上 要收货了 其实我不是 那是不是要收货的问题 是你教的 是 不不不 现在升了五十百分 你估了 你赚了五十百分 周常都说 对不对 其实五十年不变 这一件事 开始有老天性分 就是所有政治都解决 这个是 rule 所有政治都解决二三十年的事情 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不变 这一件事 本身是不realistic 因为所有政治都解决了多次问题 五十年不变 三个字形容了 他怎么够你 你相信 但你相信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是怎么够你 熬了二十五年 算是这样的了 那就是这么说 其实大约是二三十年的时间 你预算到十多二十年 十多年到二十多年的时间 很厉害的 你预算不到 就是说对于邓小平的话 他预算到 完了之后 下载格代音点给胡锦涛 是 预算到的 胡锦涛之后他预算不到 预算不到 他不会预算不到 就是预算到这个状况 就是到了这个地步 即是五十年不变 是正在解决一九八 你要这么说好吗 五十年不变 应该是由一九八四年开始计算 没错 戴卓尔夫人在人民大户台外面 跌过一九九八一年开始计算 八一 九一 零一 一一二一 五分四 已经四十年了 五十年不变 怎能预算到一千一九九七年之后 就由一千五十年不变 那就是 如果你这么说 总设计师 总设计师 邓小平是受了承诺的 不是受了承诺 而是 他不是完全受了承诺 但问题是 他应该这么说 因为 我指的意思是 承诺是不能守的 因为 实际上那件事会改变 香港今天的状况 他也控制不了那件事 是 他也不会估计到 香港的贸易节 被美国围堵 这件事 也没想到年轻人 会敢上街打爆你 这个是估计到 估计到 这个是估计到 人家做斗州出生的好小事 对 如果不是 你听我说 邓小平 当初的时候 阿景彪就说 解放斤不会住在香港 邓小平 立刻会住在香港 邓小平当然会估计到 为什么解放斤 你说住不住 他胡说八道 你就要住在香港 他当然会知道 邓小平绝对会估计到 但是 他那件事 是他认为 你猜不到这么久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但你已经预计到 40年不变 我自己的意思 他不是guarantee 40年不变 而是他也预计到 40年之后 都准了40年 我自己才是 他的guarantee 是一个政治性的guarantee 当然 而一个政治性guarantee 是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他尽力去做这件事 不是代表一个guarantee 没有guarantee 是永远的guarantee 他只不过是邓小平 他也不是保加利亚 盲眼的gu言家 没错 没错 他现在是一个gu言家 但是他的gu言 至少在准了40年 他当然是由1984年开始说 但问题是 他说过所有政治 所有政治都是解决 只有当时的问题 人们经常想 我招定了一个制度 就万年不变了 以后一个好的制度 就可以被盲目运作 那些读法 那些人都觉得 那些全部都错了 说来说 1979年三中传媒 有人问过邓小平 到底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什么时候才能追随 英国和美国 邓小平大概说 50年后 半个世纪 当时人们就说 有没有搞错 这么久的 现在出来又对了 对得再无可对 80 90 00 10 20 过了40年 就是过了10年 差不多追上英国和美国的生活水平 如果用疫情去计算 过了一点 如果 这样说好不好 好 中国 如果是大城市 的生活水平 就算不追过 也是平等的 平等的 就是北上港那些 甚至超越了美国的中部 是 但是如果你是计算它的 北京纽约和倫敦比较 不是 如果你是计算它的 peripheral 代取其兴 或者是中国的状况 那些状况 就相差就完了 就是你不能够 只是计算大城市 所以 你究竟在看哪个 那些人说 中国在20世纪的时候 在美的时候 那些人说 有些地方是21世纪 有些地方是20世纪 有些地方是19世纪 所以大约是这样 所以恒生死素没有用 就是计算南丑 那些 炒股不散市 所以我现在很惨 所以我的股票全部都算了 好 先说 好 今天的新闻专题时间 已经来完整 今天很不好意思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